上一集我們記憶修信的停在那邊 所以我們感受到大家滿滿的怒氣 唉唷大家不要生氣啦 下一集不就來了嗎 十萬幾 二十萬 三十萬 四 欸 靠你了啦 我覺得好 好 那什麼 你你樂見這個結局 我樂見 你是以一個父親的姿態 我跟你講他們現在還沒有在一起啊 我也是覺得他們可能有一天會在一起啦 九十九八會 我覺得他們還不了解他們自己到底要什麼 他們缺的是一個契機 一個trigger 來 Kimo 呢 我其實心裡是希望他們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不會 你希望個屁啊 不是啊 就是 就滿好的啊 我就還可以拍成一集 總統 很回復啊 你把他手在那邊做節目效果啊 這會不會真的是會不會覺得他們倆在一起啦 他在做節目效果 這樣會不會 就不可能 妹妹妹妹妹 快點停 沒關係啦 你怎麼會這樣 你是想要保護他不想要破功啊 那寫版題結束 那下一題是 去學校會吃學餐嗎 哪間校園美食最好吃 我心中的第一名就是 淡江大學 旁邊的椒麻雞 好 Amazing 那個校訪的時候他都說 我們可以去淡江嗎 我們可以去淡江嗎 因為那時候吃椒麻雞 真的是太讓我驚豔了 我這邊吃的椒麻雞都白吃了 湯 肉 一體 你爬下去第一口 先不要攪完 然後你配那個湯 就會覺得說這是在評價之中的奢華享受 真的是真的滿好吃的 只是他講真的太浮誇 古大的冰淇也是讓我很驚豔 白冰淇淋還不錯啦 台大很人 奉承燒辣 德民科大對面有一家很好吃的拉麵 叫什麼啊 叫做雞白 歡迎大家提供一下校園附近的美食 好不好會吊到real喔 淡江不見不散 什麼時候有新人 來來來來 就碰 OK好 新加入了幾月小夥伴 哈囉我是菜鳥剪輯師Royce 迪卡的旋期就都是Royce負責 他選得很棒 大家一定要看迪卡的旋期 我是菜鳥實習生加車 那你做哪有對你就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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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這個風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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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吃閃嗎 還沒捲到米 你小心一點 不期待 好我們掌聲一下 YA 世界上身原看中的特質是什麼 就是要夠ㄎㄧㄤ啦 頻率嗎 對頻率啦 怎麼會像海豚一樣發那個什麼 你要想 你說我們發布了裡面那個氣嗎 要想辦法丟出到想不到的答案 告訴我每個來瑞州亂講話 我要幹翻這事情 我在問你問題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繼續追問 然後如果你沒有辦法回答出 我追問的問題 就比較有可能會過不了 噢 就是你是真心要想要做你 竟然想要做的事 你才可以回答出他想要問你的內容 對 不然你可能就是 有一套背起來的東西 可是你在細探去 就發現你其實沒有那麼喜歡 大家聊天的話題可以開放到什麼 你看我們黃標那麼多次 大家應該就知道了吧 我們都講成這樣 我真的覺得我被開發了 你被開發了 不是不是不是 都沒有看過話題可以這麼open的一群人 那最open的話題是什麼 沒有想到我跟同事討論 其實是肥肝比較爽還是肝肝比較爽 這真的不能播 如果說我們要全開的話 大家會一直嗶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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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覆私訊就是要把粉絲當朋友 就是有種那個我們是真人的那種感覺 想知道狂愛龍捲風 而最怕在異鄉的完整故事 不可以專門拍一個系列來講 我們去唱歌 那一天我們從包廂出來的時候 你還記得我們是一個怎麼樣 一個三明治的概念 就是他前面要一個人後面要一個人 他就你一扶腳又倒下去了 對對對他每次都這樣 他每次都這樣 我沒有想到女生會就是 倒得這麼徹底而已 對對對 然後一直落英文 不要再落他想 對對對 Yeah you know yeah Let's go see Let's go see Let's go see Lona跟漫漫什麼時候在唱歌啊 沒問題 唱給你們聽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乘風的位置 走到外太空了你知道嗎 回首回首 Live Trouble 日子還要過 就是怒愛了之後又是數不清的Trouble 自由可拿來路 理由我死大 僕を連れて進め Let's go Let's not talk to you 真的 我那時候以為誰開導唱 可以把導唱關掉 真的 幹嘛開導唱 你乾脆投資我 我要出發片了 我把Daniel的小夢想先搶過來 好 下一題 哪間大學最印象深刻 原製大學還蠻印象深刻的 但沒想到他們學校走進去是 有兩個 是有一排的樹 很漂亮 走過去的時候其實蠻浪漫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 我有經驗到的就是中興大學 他們外面有一排櫻花樹耶 真的很像在日本 是因為鵝耶 那個鵝真的很棒耶 也是那個鵝啦 聽說你都攻擊我們同學 那個同學還有告訴我們一個小小的故事 他們小小的鵝好像有時候會少一兩隻 然後發現隔壁開了幾間鵝肉店 真的真的 然後他就一直在好奇 是不是 學校會把不乖的鵝送去 差不多 不乖的鵝 我就印象最深的是文大跟四星 真的很喜歡四星的同學 真的 每一個都綜藝咖 每一個都準備好了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之前拍一個四星 就我說可以脫衣服嗎 就直接脫了 還說那個OFG 幹這超好笑 Daniel可以有福利的快問快答嗎 可以 沒什麼可以 想看Daniel撒嬌 唉唷你等我一下啦 幫我脫辣 我要喝水水 乾超白 那那你說一個原諒我 閉嘴啊 嚇你啊 Daniel身上最新的含義 我家貓 我家狗的名字 翁太太要去哪裡報名 原動他打一下 隨緣 隨緣看有沒有 有沒有遇到 Daniel怎麼練習嗆人的 嗆人的話我覺得就是跟 愛講幹話的人 多聊天 平常我跟朋友都喜歡聽饒舌月 你就可以把他用在這個上面 然後真的就要多看啦 你不能就只是放空看 你要跟著去思考 你要怎麼應用到 你所需要用到的影片上面 Daniel每次撿到Jona的時候 都在想什麼 想死啊 Daniel的貓叫什麼名字 我這隻貓叫Leo 給牠過世了 然後現在有兩隻貓 一直叫Muffin 就是黑手囊歷斯 那個叫Bella Daniel這麼帥 為什麼有單身六年 就忙啊 忙忙 一樣隨緣 忙 是不是已經跟Jona在一起了 不可能 孔太龍捲公會變成孔太太嗎 不可能 什麼時候要跟Jona結婚 等一下 不可能 什麼時候要跟Jona在一起 夠了沒有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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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夠了沒有啦 結束了 大家滿意嗎 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再邀請一下 邀請 下次就是換你了 你知道嗎 每題有點顫抖 Leo可以剪頭髮 剪刀拿出來 來喔 Leo的頭髮 誰可以來收一下頭髮 下面留言抽獎 大家分享交往中 我男朋友的爸爸叫我名字的時候 把我叫成他的前女友 因為他前女友的名字跟我差一個字 然後是我男朋友把他爸拉到旁邊說 他不叫那個名字的 他是誰是誰啦 我也好像沒有特別尷尬 只有被罵的故事 那時候我在環球影城 他很開心 他穿了一件新的裙子 我吃東西真的太粗魯 我這樣 他裙子這樣 都要小啦 想看綠友很前女友可愛三連拍 一連拍 二連拍 三連拍 你自己有沒有你自己的意思可怕三連拍 一連拍 二連拍 三連拍 我的 payer 我看 以前遇到最大的浨停士 就是我們一直很想猜出 會讓所有年齡層不是只有大學生 都會發出 都會發出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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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的影片 哈哈 moment tyre momento 你們看到什麼影片 哇這就紀錄片囉 大概三個小時 媲媒帝達你好 有我一年半 KINEMO 一個多久 我快三年了 其實我來到這個環境 我覺得我覺得我選擇沒有錯 這一間這麼年輕的公司 整個真正日常的成長 其實你也參與其中很多 除了簡介以外的事情 而且這邊的同伴們都很好相處 因為以前上班的時候 你覺得明天要上班了 好煩喔 所以有時候反而還會小期待上 誒 明天要拍什麼片 你怎麼都不會期待明天要交片 就是因為我覺得外面的環境 找不到這樣子的工夫 有時候怕被寵壞人 真的像溫室一樣你知道嗎 出去可能會這樣 好痛苦喔 對啊 我出去一定會覺得痛苦得要命 你們會吵架嗎 對各自的念念是什麼 真的沒吵過 要理性的去討論這件事情 就大家會想出一個更好的點子 然後全場哄堂大笑 然後那點子就過了 因為我們在討論事情 都是以解決問題 為目的 沒有爭執那我怨言 怨言就不跟你們講了喔 假設堂哥要解散了 因為什麼分析 想跟她說什麼 有類似的狀況正在面臨中 喔 Zona她實習其實差不多要結束了 對她做到這個月底 所以其實我們最近 的確是有一點這種 這種情緒在裡面 那Zona妳講一下 應該是我進來的時候 在on board前一天 我其實是想逃的 因為我本人是一個 很門騷的個性的人 所以我很害怕 面對新環境 要認識新的人 後來發現 大家其實人都蠻好的 相處起來 也不會太有距離 這個環境讓我發覺 自己的個性其實 可以不一樣 有點太不一樣了 對 就是經過這一次之後 我覺得你自己心胸要開放 就是你要主動的 適應這個環境 大家也歡迎 把你們想對Zona說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他 那我們其他人來講一講 就是如果這團隊解散了 我們 各自會最捨不得誰 對我來說 這團隊都是一起的 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 我會捨不得整個team 而不是單純某個人 覺得我應該還是真的是Zona耶 不管像 Rio Daniel Akimo Rio 就是你們都已經有一些 社會經驗 你們比較知道自己專長之後 在哪裡 未來走的路 可能也都是在這條路上面 我覺得我們在相遇的機遇 還是很高 可是Zona是一個畢業生 他可能還在摸索他為了要做什麼 Maybe有一天 他可能就不是在走這條路了 會不會我見到他的機會就變少 我不知道 我可能最捨不得 應該會是Rio吧 因為我這樣 身邊就沒有帥哥朋友 我覺得可能是慢慢吧 因為職位的關係 我需要跟他討論的時間最長 他教會了我很多東西 我記得慢慢有一次在 調局的訪談沒有他有說到 他以前在傳統媒體的時候 他的成就感是來自於 他跟那些很厲害的前輩一起做事 那我覺得 依我現在來看 我覺得慢慢就是 我所謂那些很厲害的前輩 然後還中都會有個聲音就是說 啊這時候有他真好 我覺得是Rio吧 就是很難遇到 這麼的奇怪的人 所以你居然不是講Daniel 好難過喔 沒有Daniel他要跟他在一起 沒有不可能 我覺得這 我覺得每個人都已經有一個默契了 跟做任何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是少一個 我都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你們最想對彼此說的話了嗎 我覺得 天下五谷三練習 因為我帶過很多地方 所以我也知道再好的反對 或是再好的默契 總有一天 大家還是有可能各奔東西的時候 我很珍惜就是現在大家這樣 我也希望以後就是 大家有空之後 都還是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喝杯酒 然後呢 看看周辣喝八九瘋 看看Daniel繼續單身 看看慢慢繼續高歌對不對 看看Akimo繼續耍聽 我還是想要講就是 我覺得能夠找到你們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找到對的人實在是太重要了 我從來都不覺得就是 這個頻道能起來是因為我原因 我一直都覺得是由你們才 就是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非常感謝你們這樣 可以享受自己當下在做的事情 然後很也是很認同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最好的一個相處的狀態這樣 怎樣就我覺得我們這幾個會聚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算是已經有個小小奇跡這種感覺 就真的有一種很很奇怪的默契啊 就一個人可能可以走很快 可是更多的人就是可以走更遠 就你們來以後我就更驗證這句話 如果沒有Akimo的話我們也不會敬意 感謝Akimo把我們從呂利海裡面撿起來 遇到利友跟Daniel他們是 自己覺得這個影片還不夠 他們想要再好一點 當他們比你還要想要 丟出更好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也不能落後他們 你也要毛起來幫他們想 周辣就是我們生活中很棒的一個 開心果開心果 我覺得我們團隊好就好在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定位 每次到齊的時候都蠻開心的 真的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對我們講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這是三雙QA嘛 但是既然是三雙QA嘛 就是你們問我們很多問題 但我們這邊也有問題想要問你們 Akimo 就是你第一次分享D卡的影片給朋友 是哪一支然後為什麼 你就是真的開始覺得喜歡 D卡這個頻道的時候 是從看到哪一個影片 或是看到哪件事情的時候開始 我蠻想知道的 歡迎大家告訴我們答案 就讓我們知道我們哪裡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怎麼樣拍出 就是更多大家喜歡的東西 以上就是我們三雙的QA 希望大家再多多分享我們 多多推薦我們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在下一次的QA 跟大家見面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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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完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